政治焦点带你来看就是年底选战话题不断 民进党立委许世杰就透露了 桃园市长郑文灿属意的接班人选 就是卫福部长陈时中 郑文灿就表示了因为陈时中防疫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到哪里都很强 而至于国民党立委蒋万安 参选台北市长可能性极高 不过却被周刊爆料了 因为蒋万安的声势低迷 可能会被媒体人赵绍康给取代 而对此赵绍康否认 到万大市场捐赠快载世纪 仪式之后还坐下跟市场代表 喝茶聊天联络感情 在为华丽区经营动作看来积极 但却被周刊爆料 蒋万盛事低迷 甚至还有传言 媒体人赵绍康成为北市活旗 我想外界不断对国民党点兵点将 也表示我们党内人才气气 一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市长 是否能够符合市民的期待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面对传言蒋万安淡定 而赵绍康则说 他没有参选市长打算 认为蒋万安是好的人选 直接否认外界传言 至于蒋万安选市长 可能的竞选对手 为副部长陈时中 也被立委许志杰爆料 是桃园市长郑文灿 属意的接班人选 市长选将大班峰 还有桃园这一仗 议员王鸿威 抛出南台湾蓝百合 朱立伦参选台南市长 新任市长黄伟哲相当乐意 如果朱立伦来那就精彩 那我们欢迎朱立伦 作为台南女婿 她也可以来台南 来一较长短 来做一个君子之争 不论是选举动向 还是满意度 话题越多 选战越热 东森新闻 SN小组 蔡炳林盈佑 在台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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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报道